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经济学或者说是商业的背景商学的背景 所以我大概给大家总决定一下 如果说是finance study呢 我们基本上的什么样的套路 一般的套路呢 就是data format是那个panel data 就像中文就说是面板数据 比如说我们有10个公司 100个公司或者1000家公司 然后每一家公司 我可以把这个公司的年报或者股价 都收集从1990年到2020年 对不对 每一公司是这样的 我有一千家公司 那就是这个面板数据 然后呢 数据研究的方法呢 一般都是fixed and random effect 还有DMGMM 还有DID DID是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而金融研究的文章呢 主要的那个dependent variable是什么呢 是第一当然是stock return 对不对 还有accounting performance stock return就可以用topping skill 来衡量 accounting performance 那是投资回报率了 就是ROA ROE 还有leverage leverage就是你借款的额度 你的借 还有呢就是boring cost 你能借款 你付的利息是多少 前一阵我说了 就是一般来说 越是环保指数比较高的企业 它越容易借款 而且呢 它借款的付的利息就越低 然后还有个financial constraint level 这是我们讲的一样的 就是说是你越是污染型企业 你越难借款 那么就是说是你这个financial constraint level呢 就比较高 就比较高 还有你的dividend policy 你容不容易 这个公司 它的那个分红的情况是怎么样 比如说今年是2020年 对股市来说 对企业运行的运营来说 不是个好年头 那么就是说是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 一般很难再预计 你投资的公司会给你好的股东分红 因为今年是一个特殊情况 然后还有risk proxy 还有quit rating等等等等 这是dependent variable key independent variable是什么呢 是那个dependent on the research question 如果说是你研究corporate governance方面的 那就是ownership structure 比如说中国比如说嘛 corporate governance研究中国是很大的一个方向 比如说中国嘛 那就是国家股啊 法人股啊 私人企业股啊 对公司的企业 对公司的比如说是股市表现啊 公司的投资汇报率啊 对公司的什么 比如说那个capital structure 有什么影响等等等等 还有environmental matters 比如说你的CSR score 你的R&D input等等等等 对这个公司的股价啊 还有什么accounting performance啊 等等有什么影响 最后就是business diversification 就说是呃 传统来说 有很多公司是呃 进行那个比如说divification是什么 中文怎么说我都忘了 呃 哎呀中文怎么说我忘了 就是business就是企业的多变化吧 比如说踏入不停的行业 然后现在来说呃 那个环保方面也是个很好的研究方向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在澳大利亚一个公司 是高污染行业 在根据澳洲的环保政策 我是不能生存下去的 但是呢 我可以我可以把这个公司移到 比如说马来西亚 或者移到印度尼西亚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因为发展中国家 他们对环保的政策呢 就执行的未必是那么严 未必是那么严 然后呢成本也比较低 所以说那个environmental concern 就是环保方面呢 也是business diversification的那个一个很好的一个因素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然后下面呢 这就是我那个准备这篇今天的presentation一些那个reference 大家如果有兴趣呢 可以看一下 那有兴趣看 然后这是我的个人的就是学校的邮箱 如果大家对金融的研究有感兴趣可以跟我联系 因为我个人感觉到嘛 那个也许在这个群里 我是唯一一个比较注重金融方面研究的人 这样的话 其实跨行业的研究呢 更容易产生一些比较新颖的点子和火花 然后我今天就讲到这儿 报老师